年火這鍋將食材汆燙油炸炒熟 擺上四大顆深蒙鮑魚 再撒下滿滿鮮甜干貝 放進蒸爐裡熬出濃郁湯頭 年菜人氣王佛跳牆步驟高剛 美美的軟殼龍蝦裹上薄薄一層面衣 下鍋酥炸吃進嘴裡鮮味奔放 一個小時一定要抓起來激素冷凍 那要它的人動激素相當好 才有辦法保持這龍蝦的一個鮮甜 那所以它的價錢也比一般的活龍蝦 還要貴一倍 所以我們特別把這一次 把它拿出來做年菜算是一個 就是CP值非常高的 外帶年菜人氣Honda還有這道 口感軟Q的港式蘿蔔糕 擺在圍爐桌象徵好彩頭 過年想吃澎湃年菜 卻不想從早到晚忙進忙出 渾身油煙味 年菜吹起懶人風 交給飯店專業主廚來 三杯雞 貴竹筍 烏骨雞湯 一道道功夫菜圈冷凍在冰櫃小包裝 超商看準小家庭上班族 過年想要輕鬆一下 又想全家圍爐吃桌好菜 搶食 剪刀經濟 時常大兵 三道家常菜加上烏魚子炒飯 黑糖肉燥飯和雞湯 微波半小時輕鬆上桌 而且六百元有找 省食省錢 深受小自足青睐 年節期間其實很多店家都沒有開 那我們有第一個優勢 我們有三千多家的店鋪的據點優勢 第二個我們是24小時營業 等於消費者在過年期間 如果想要簡單的上菜 吃這樣的功夫菜的話 交到我們便利商店來購買 這樣子就可以了 過年不想大費周章出門 搶不到超夯的飯店桌次 飯店超商量販業者購物網 所對民眾求方便心理 讓懶人年菜圍爐大戰提前開大 歡迎收看六文普零一類新北報道